光復香太白朗建筍产季初期 虽然产量还不太稳定 不过光丰地区农会早已启动行销推广作业 其中备受大众期待的建筍饗宴 开放预定不到三天即刻秒杀 而农会也从原定的160桌加码到180桌 但人还有超过30多人候补排队 盛况空前 中干事张明发也感谢大众的支持响应 24号一起来品尝建筍美食 这周一光丰地区农会一年一度的 建筍饗宴桌餐才刚开始开放预购 在短短不到三天 总共160桌的桌数全被预定一空 农会也紧急加码到180桌也全被秒杀 欲罢不能 候补人龙更是超过30多人盛况空前 目前我们的规划是160桌 但是目前已经额满 而且我们加开20桌 目前的订购数量已经到达150桌了 也都额满 当天也有会体验一些柴榫的体验活动 到田里面柴榫的体验活动 目前也都额满了 这个非常感谢我们消费大众 对我们光复太巴朗建筑榫的支持 我想每一年在我们农会 来我们地方的工所 更重要是我们县政府的一起支持 把我们的地方上的建筑笋一起推广行销出去 进而当然希望能够增加我们地方上的农民的收益 相较于前两年天冷少雨造成建筍天灾 今年产季如期报道 农会也提早启动建筍的行销推广工作 但产季初期产量还不稳定 面对大众对建筍饷宴的热爱与支持 农会万分感谢 以目前的气候状况整个 我们这样预估今年的产量会比去年跟前年好 目前看它生长的情形会比去年跟前年的好 目前我们的一些行销推广的活动 也在规划 有的也在执行 像我们3月12日也到立法院 这个16、17日也有我们的地方上 还有我们花脸的活动 光丰地区农会每年一期一会的建筍饷宴 即将在3月24号在泰巴朗祭司广场登场 除了有美味好吃的建筍特色美食料理饷宴 活动当天还有采建筍体验或烤建筍 现场还会有在地农特产品 部落农产工艺品的展销市集 民众千万别错过 记者时宇兰光复采访报道